好,我们开始了 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三部分 我们的防火墙的工作模式 其实主要是讲它几个呢 首先讲一下Zone 然后呢讲一下这个VirtualWear 讲一下Layer2的Layer3的 这几个接口类型 Zone的类型 然后呢会讲一下路由 会讲这个静态路由 RAP、OSPF、重分部、策略路由 DHCP,它会做Solver 还有做中继 这个基本上就是主要是底层的 那些烂七八糟的吧 就是怎么 当然了Palo Alto算得上是比较灵活的强 我其实觉得三次网科 其实算是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但是它Palo Alto其实也做的不错 就是非常灵活 既可以做二层 你可以做VirtualWear 然后呢可以做二层 可以做access微烂的 可以做tronk的 可以有三层的 就有黄灰口的 然后可以支持各种路由 可以支持虚拟路由器 就跟那个VIF 而且VIF之间的通讯 支持各种动态路由协议 包括DHCP 它是比较完整的 不像Skr也知道那Bug大了 啥这个支持不了 那个支持不了的 基本上啥都支持得了 基本上你能想得出来的拓扑 它都能够给你放上去 我们看一下Security Zone 好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重吧 那其实安全线 我不怎么讲 不怎么讲重 安全线 在四个安全基本上就是入入器 SumitFarm Farm power其实也有重 但谈的不太多 我顺便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网评 对吧 我说它分出来这几家公司 那而且我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防火墙 90%都应该是基于重的 基于区域的 这么防火墙 真的90% 谁不是 那Skr的AESA不是 但AESA是现在算是个小工产品吗 Skr的Farm power是 Farm power是基于重的防火墙 对吧 Skr的AESA确实不是 切炮确实不是 我了解的好像就这两个防火墙不是 其他应该所有的墙都是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所以说呢 你可以了解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谁是个大势所区 大家都基于用重区域来做防火墙 好 首先了解一下重 然后呢 下面呢 是官方给出了一个流程图 我说过 说过就是它是一次一次解码 一次解包 但是呢 是多重检查 但是其实这个多重检查呢 其实有顺序 当然也不能说病发一下就全部都检查了 是吧 是一次解包 然后呢 就是它相对于以前的这个 Utm Utm是多次解包 多次检查 OK 它这个呢 说是一次解包 它其实还是多次检查 就是不同的进程 不同的处理 这是相应的这个流程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包 处处好包处理 那么会检查原重 会检查原重原地址和用户 然后呢 这应该是差不多是看路由 然后呢 去转发到目的重 然后呢 出去的时候呢 做letter 对吧 好 下面呢 就是这个安全 安全的处理 检查允许的端口 绘画创建 就是理由过了 那只要创建相应的绘画 然后应用的检查 检查加密的流量 是不是加密的流量 如果是加密流量 可能叫解密 Application Override Policy 就是识别里的应用 说实在的 就识别里的应用 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 你看APPID 识别相应的应用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Security Profile 其实这个Security Profile 其实包含各种各样的检查 乱七八糟的 基本上都算是Security Profile里面的 好像华为也是这么干的吧 FETA好像也是这么干的 就是有个叫Security Profile的 这个里面啥 IPS 防病毒 这些八糟的都叫Security Profile 就是检查Security Profile 它是一个Policy Policy Profile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应用机的检查 都是在Security Profile里面 好 然后全部都检查完了 重新再给你加密 给你做应用Net 你看Net评估 评估应用Net 然后给你发走 这是一个检查的过程 一次解包 多次检查 检查是有顺序的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处理这个包的 因为有些东西它确实是需要有顺序 比如说最简单的 你查路由表才能知道出接口吗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你发现你加密流量 你解了密才能够做这种应用机检查吗 对吧 你不可能说一起检查吧 你怎么可能一起检查呢 你现在解了密 然后才能看到明文 是你的明文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处理吗 你必须查了路由表 我才知道从哪个接口出 我才能够评估出 出种啊 你说你全部都一起检查 这不科学啊 然后呢 确定你能够过得了 才会建立绘画吗 这意思吧 你说你全部一起怎么一起嘛 它必须必然有一个先后顺序 好 说一下这个重的问题 首先你要了解一个基本概念 这是我们先把这个基本概念说一下 一个接口只能属于一个重 一个重可以有多个接口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一个接口 你只能属于一个重 不可能属于多个重 一个重呢 可以有多个接口 简单化一下 比如说以前我要画图的话 比如说这是一个防火墙 只有很多的接口 那么你可以把一个接口 放到一个重里面 然后呢 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好多个接口 放到一个重里面 对不起吧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那它的好处就在于 至少有一点 好像四个的那个安全级别 这倒霉安全级别 那倒霉安全级别 是一个接口一个 每一个接口都必须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每一个接口安全级别 如果不一样 就有什么高级安全级别处理 麻麻烦 那别人你看那个重 至少有这个好处 可以可以有一个接口 一个重的 也可以有好好多个接口 一个重的 这都没问题 这是一个 OK 还有一个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每个厂商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种专业的 就像这就是内波 就是叫网评呢 然后帕老头啊 飞台啊 像三十网科这些厂商 它们是比较 非常严格的 这种基于区域的方向 什么叫基于 什么比较严格啊 就是说 不属于重的 就肯定用不了 就是这个接口要用 那就必须属于重 理解 然后属于重的接口才能用 哪些我想暗示哪些呢 我了解华为的 就可以有些接口不属于重 它还能够正常转发 思科的那个 中美的发奥 它是个录入器嘛 你说录入器的接口不属于重 那不是正常吗 是吧 所以说呢 我只能说 这几个厂商 就是我了解的 像帕老头啊 这个网评啊 还有这个三十网课 我了解的 不属于重 是绝对没法用的 废口子 就跟思科这个ASA 你不敲lame if 就跟废口子是一样的 是一个意思 就是不属于重 是不可以的 必须得属于重 OK 好 还有一个 我了解的一个 基本的经验就是 重分为二层重和三层重 这个二层口 一定是二层重 三层口 我就能把IPD子搭 那叫三层重 首先你至少 至少应该有这种 两种类型 一个是二层重 一个是三层重 而且还有一个我了解的 就是二层重 只能跟二层重做策略 三层重 只能跟三层重做策略 一会儿咱们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二三层重之间是不能做策略的 就是你不能说你原是一个二层重 你目的是一个三层重 都做不了 这经典规矩啊 就是二层接口二层重 三层接口三层重 接口不随重 是用不了 然后呢 策略呢 二层和二层之间做 三层和三层之间做 二层和三层之间做不了 你解 这是一些基本规则 基本上 这些套路基本上是放置于 各大厂商的防火墙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好 但是有一点点呢 有些厂商呢 还是有些起义的 比如说 这个 叫 intro重 和inter重 inter重呢 就是说 那你不是说 一个重里面 可以有很多接口吗 那也就是说 一个重里面 可以有很多接口的 很多网段吗 对吧 那好 它们之间 道理 通 还是不同 那么 帕拉图的答案是比较明确的 而且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 你看这个 inter重 是允许的 它这个 inter重 inter重是被干掉 是天津地义 那就一般都是干掉的 OK 好 这是 inter重 你看这 这都 这是 inter重 OK 这就是 allow的 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 inter重被干掉 这基本上是天津地义的 这个没什么可说 但是 intro 就是内部 一个重内部 一个重内部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一个重内部的话 我了解的概念就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这个白痴黑是写的就是 intro重是 老人 其实帕拉图这个地方做的不错 就是把这些默认的都给你写出来 那你一看就明白 有些场上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像 我记得上一次我讲三十网科 我录像的时候就这么录的 我说 既然相同重 那intro的内部 中间 就应该是通的 那 那个三十网科那个哥们说 不是我们那不是这样的 我们那就是通不了 就是 反正所有流量 都得做策略 才通得了 OK 所以有些厂商我能说 现在可以 我现在我还记得住呢 就是 帕拉图这个intro重视 没问题 三十网科我也非常确定 intro重视 不可以 是被干掉 OK 所以说这个 这个我有点说不好 这个要看 每个厂商 具体的情况 也可以自己去测一下 当然要有意思 这不一定 但是今天我可以确定的 帕拉图的intro重的时候 闹着 intro重的天津地义 就应该被干掉 好 下面就是快照 快照还没有动 还是开始我们那个 在第二PPT里面的 这几个快照 好 一个介绍 属于一个重 一个重里面可以有多个接口 我刚才也说过了 好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创建这个重 没有重 好 你随便几个名字 你可以看一下 它有这么几个类型的这个重存在 OK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这几个重 这个 tap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 策划 就是你的ips不在这个线路当中 你是一个策划 就这样传统的ips这种情况 你应该用tap 这个 比如说 这是网络流量正常这么过 中间比如说有个交换机 然后把流量 时刻叫span 把流量引出来 然后送到以前的ips 来分析码 OK 它这个 这个pilot防火箱也可以当ips 不叫ips 这种 一般来说用词应该更准确一些 叫ids 就是流量还是这么总 只是复制一份 给它来看 给它来分析 OK 那么我们的pilot 其实也可以做成策划的 也可以做成这种策划的ids 这种形式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接口就应该是type 大利亚 这种type形式的 scut firepower也有type形式的 这种一样的效果 好 然后呢 virtualware 一会儿咱们会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virtualware virtualware 你看就是type OK 好 virtualware呢 你顾名思义这个名词 它就是想模拟一根线 就是想模拟一根线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virtual virtual呢 就相当于 我就 我这个防火墙 就是 比如说这是一台路由器 这是一台路由器 这不是一根线吗 一根线 就是一根线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pilot防火墙 就是想模拟这根线 简直跟二层墙不一样 二层墙是二层墙 二层墙的话 是不是有微烂的说法 微烂的说法 一根线没有这个说法 一根线的行为是什么呢 一根线首先 一根线是没有什么表的吧 没有什么看表的吧 没有什么微烂的吧 一根线就说 这个口子进来的包 我就从这个口子怼出去 这个口子进来的包 我就从这个口子给怼出去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没有吗 一根线不就这么回事吗 对吧 virtual就是说 我就真的是纯粹的为了模拟这根线 我不存在啥生成素 OK 我不存在啥微烂 我就是假装自己是一根线 我就是一根线 你别认为我 比如说二层的话 按理说微烂还要插mark表啊 对吧 这个接口那个mark 那个mark 我没有mark那不存在 我就这个口子进那个口子出 那个口子出 那个口子进这个口子出 我就干这活 你见吧 没有微烂 没有tunk 没有mark表 我就是一根线 这个口进那个口出 那个口进这个口出 virtual wear 给你见 这种情况 好 这个二层就不一样了 二层就是可以走tunk了 可以access微烂了 我有看表的咯 是吧 这叫二层啊 这不一样啊 这紧缀 你说你感觉特别一样 所以说你看这个图 你感觉挺一样的 你看 这三层 这virtual 当然其实还可以二层 二层比如说 上面两个都x微烂 我都画一个微烂的 可不可以 可以吧 virtual其实跟那个二层有点像 但是其实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那二层的话 其实可以很多口 virtual只有两个口 virtual只有两个口 这个接口进那个接口出 那个接口进这个接口出 二层不一样 二层可以好多个接口画到一个微烂 我有mac 来了包我可以转发 不是一个思路 所以说感觉都是二层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 叫二层 二层就说可以x微烂 我可以tunk 我有mac表 好啊 我有深圳入啊 就这些 所以说呢 那叫二层 三层就简单 三层就是可以拍p的 啊 路由接口 好理解吧 这tunnel就是vp用的 我们后面会讲vp用的tunnel 就是重啊 接口模式 但是重的类型啊 重的类型我们说了 下面呢 我们来说接口模式 你看这几个接口 嗯 他这个接口吧 跟那个 我说过 我说他们那个 这帮 纯粹 中的这套 这套过来的 就是 没有配置的接口 是 不可用的 所以说 你看你现在 其实是根本都不知道 这个接口 到底是 大牌的当 其实有些 有些厂商 就算你没有配 我也至少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接口 up当是吧 这不行 就是这帮 这个纯粹 中的这套 这条路这些厂商 就说 你不配 你为什么要知道他up当呢 哈哈 就这个口子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说你看他这些up当 你就看不到 好 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接口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点他的这个 接口模式 OK 好 你会发现这个接口模式 跟那个重的就有点像 因为道理很简单 一般来说 你是这种type类型的接口 就要放到type类型的重 二层 接口就要放到二层重 三层接口就要放到三层重 三层接口就要放到三层重 HACO好理解 就是这个心跳口 后面会讲 OK 就心跳口 Vertualware也好做 Vertualware的接口 就放到Vertualware的重 对吧 那你看重那边多一个这个 重那边多一个那种 Turnal的VPN VPN那不是物理口吗 那物理口怎么可能是 Turnal 对吧 那后面可能VPN做出来 那才会有Turnal类型 放到Turnal类型的口 放到Turnal类型的这个重里面 是吧 这里面不可能有Turnal 所以一定要了解 就是 你要搜索 定义这个接口 是二层口 是可以画VLAN的 然后再把它加到二层的重里面去 然后二层重和二层重之间可以做策略 三层口 配IP地址 放到三层重里面去 三层重 可以给三层重做策略 这些基本概念 你要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这接口模式 这是跟那个刚才我们讲的重 基本上这两个还要匹配上的 你是什么样类型的接口 就要放到 就要属于哪种类型的这个重里面去 好接口完了多了 Type 测卦 HA 高科游戏我们后面会扬 然后Vertual 就是这个假装自己四根线 那真的是假装自己四根线 那真的是假装自己四根线 OK 好 二层 二层根本说是不一样的 在这边 我们当然一会我们实验会展示 三层就三层 三层口 当然还有 还有口 看一下还有就是这些虚拟口 VLAN口 什么叫VLAN口 SBI 是吧 SBI算不算口 算口吧 皇后一口 还有后面我们扭的Turnal口 对 对 这是物理口和 应该叫物理口和直接口 这是SBI 这是环卉口 这是隧道口 对 这些所有的口子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不去定义是什么类型的话 你是配不了 有些人可能说IP地址是没有的 那我想配IP地址 就说这没有IP地址 那是因为你没有 你看你这东西怎么可能有IP地址呢 谈何有IP地址呢 对吧 你二层你也不应该有IP地址 这个东西啊 你只有到了三层你才会有IP地址 这才合理吗 你看这选项会随着你选的接口类型不一样 而不断的在变化 对吧 好刚才说过了啊 这是测卦 这是Virtualware 这是三层口 啊 同样的你还需要了解 就是在有些情况下 有些功能他不支持 比如说一般情况下 我见过所有方向 工人最全的一定是三层口 三层口基本上该有的功能全部都有啊 VPN路由协议 路由协议的必然是三层口的支持 是吧 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一根线能支持路由协议吧 一对吧 一策划支持路由协议吧 想想也不科学 是吧 那需与路由器当然也不科学 三层服务也不科学 那VPN基本上也不也不科学 你说这玩意做啥VPN 你说这玩意做个啥VPN 对吧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理解这个三层模式 基本上是功能最全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一个人限 你这种策划 你说他支持VPN 你说他支持我的误信 你说他为什么 他支持VPN干嘛 对吧 你说他支持路由协议 他为什么要支持路由协议 就是一个策划的 所以要了解三层模式 肯定功能会更强 好下面呢 那我们来做一下这个Virtualware 其实很多厂商呢 都有这个东西 其实有时候需要 搞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说你用 你用二层 你用微烂 你用生产树 有时候在特殊环境下 可能不适用 OK 有时候可能就真的需要 这种简单粗暴的 这是完全模拟自己 这根线 工作 工作原理就是简单粗暴 就是直接从这个接口进 从那个接口出 那个接口进 从这个接口出 我啥也不查 我就直接 这么短 只要他能拿 我这个口 我就给你转发 OK 他支持的比如说APPID 用识别解密 内容 内容识别 以控制 还有用户认证 以控制 这些基本的功能 其实都有的 把两个看 两个没有三个 只有两个 两个物理口 物理口 其实也不是什么物理口吧 直接口其实也算 绑在一起 在这边 摸了一根线 这个接口进 那个接口出 那个接口出 附近的上面 没有任何配置的变化 它就是一根线 你把一根线 换成它 一样效果 然后可以识别标签 就是说 我是一根线 那其实什么标签 按理说我都可以过 默认都可以过 但是呢 你非说 有些标签就不让过 可以做 默认我标签都可以过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就只有哪些标签可以过 我可以对标签做过路 这个防火墙 怎么也是有点这个能力的吧 我可以对标签进行控制 哪些标签可以过 哪些标签不可以过 那还是可以的 对吧 毕竟我一会儿的 什么应用可以过 我都可以做 你说我哪个标签不让过 这也太弱了 这可以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验 你不用恢复快兆 现在这个环境是好的 好 那么 我有两个VDS 两个 其实这不是尿眼机 是蓄力交易机 我都可以做好的 蓄力交易机 两个蓄力交易机 这是一台录录器 这是我们的R1 当然名字叫Trust 这是我们的R2 名字叫做Untrust 然后我们可以看拓火 其实就在 没有打拓火 我看另外一个设备 就是这个R1 就这个R2 OK 然后呢 我们要网管它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R1 就是窗口吧 是吧 对我们R1 你直接到这个Wins里面 就直接可以去进到这个R1 跟R2 的这个console 你可以直接对它进行配置 console 直接console的 这个应该是没有配置的 好 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刷一下R2的配置 这种最简单东西我就不顾了R1 其实就配了一个IP地址 202.100.1.1 然后呢 R2 Untrust 就配了一个地址 202.100.1.2 然后我做了一个用户密码 做了一个跳的动物 诶 我怎么刷进去 嗯 不应该 跟扭机没关系 诶 我 你没有恢复这么快到吧 这应该可以直接贴进去 我的中间 这两个上面呢 基本上也没啥可说的 基本上就配了一个IP地址 连墨的路由都没有 都没有 直连游要测 然后把跳的动物做好了 用户名是admin 一马是CS0123 那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 这些桥界我也做好的 我只要把一号口和四号口 做个Virtualware 把它们串在一起 就好了 下面呢 我们先来创建我们的Zone 我创建一个Trust UnTrust 但是类型的是Virtualware类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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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做好 我们继续 然后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Virtualware 起一个名字 名字叫Default 我请名字叫Default 好 然后呢 我来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把接口先不用放进去 先把名字创建就可以了 就OK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两个选项 这个接口我们先不放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放不进去 因为我们需要那个 需要那个Virtualware类型的接口 不是还没有配吗 是吧 我们先把这个Virtualware先创建了 起了个名字 然后就提交了 我来解释一下这两个东西 如果勾上这个东西 那么主播会被防火墙控制 如果不勾 主播就不控制 OK 如果说设置没有被激活 主播流量就会被发送 穿越这个Virtualware OK 如果选择的话 你就想能够应用安全规则 来对这个主播流量进行控制 OK 好 下面这个我需要你了解一下 基本上这种假装自己是网线的 都有这么一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勾必须要勾 就是传递故障 传递这个状态 传递链动状态 这是啥意思呢 你想想你自己再装一根网线 你假装自己是这根网线 你想想你这怎么装 一根网线的话 比如说你自己是帕楼的防火墙 你自己再装一根网线 假装你自己在路由器和一和路由器二 之间是一个网线 那好好了解一点 一根网线的话 这头当了 就是这个这个链路当了 是不是这边也得当 是吧 OK 如果这边up了 是不是这边也得up 如果说你装的不像 如果说不勾那个勾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不勾那个勾就是说 如果这边当了 这边当了 就是这边当了吗 按理说我这边没有问题吗 我这边还是up了吗 这儿的话就感觉很灵异的 装根线就装的不像哦 是吧 这根线这时候当了 那时候为什么会不当呢 这不科学 当就两边一起当 up就两边一起up 对吧 这才好 因为你想想 如果说这边当了 都一起都当 那也许我就可以换一条路径 一个备用链路 可能就过去了 是吧 如果说你一边当 一边没当 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 这个地方就是黑洞 对吧 有时候路径就切不过来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要当 既然你自己装置一根 是一根线 那要当两头一起当 要up 两头一起up 这就是说 我要传递这个链路的状态 这很正常 墨人应该勾 我觉得也不应该把它点掉 好 下面呢紧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去配我们的接口 我们的一号口呢 是这个trust 我们的四号口呢 是untrust 直接点他 其实很多厂商吧 一般来说其实我开始 可能也有点不太适应 一般来说像飞塔 或者说像思科 一般要点他 然后你找个编辑是吧 我经常现在就是我点他 然后我再找编辑 那编辑在哪去了 他这个不需要 你就直接点他啊 他是 是 不是说了 那你看 点了不是说 他就会让你选 是哪个 不是说 然后呢 是哪个中 好 这个你看啊 你做完之后他也bub了 你先提交一下 提交了如果没有问题 他就可以up了 好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你提交完了之后 你就再回到这个virtual 这个default 你会发现两个接口就进去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默认 其实是没有做什么 tag控制的 应该是什么都可以过的 那你可以在这控制一下 哪些tag可以过 他也提交出来太快了 然后我们抽位 你点他 那你会发现两个接口就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做这个 哪些可以过 其实默认识都可以过的 那比如说我只允许 tag2过 我来解释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是走的是一个tronk 这边是axis 这边是axis 这是tronk 我我们顺便聊一个吧 可能很多人有点懵的地方 在于就是说这虚拟环境下 是不是可以做这种 这种tronk的东西 我来看一下啊 你看 这是网管 这两个就是tronk 我们感觉什么叫tronk 虚拟环境下的tronk 都可以做 正常教育就能做的 他们都能做 中继 这就相当于 这是一个tronk 然后呢 这边这个tronk呢 也是allow了 微蓝2 我给你解释一下 相当于这个操作 就相当于是 就是这个tronk 就这个口 这个口 这个tronk 也allow了微蓝2 ok 然后呢 我们中间这个呢 也allow了微蓝2 然后这边呢 也是allow了微蓝2 大概可以解释是吧 相当于这是一个tronk tronk tronk 然后r这个口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这个axis 你看它就是axis axis微蓝2 跟你讲 你现在了解为什么说我这个图就是这么画的啊 VDS 在这个tronk allow 微蓝2 axis微蓝2 然后然后这个tronk allow 微蓝2 axis微蓝2 这边呢 这个 一根线也只允许2 所以你要了解就是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就是这些虚拟交易机虚拟交易机跟普通交易机没有啥区别其实 你这有啥区别的 你说tronk也有 axis也有 甚至p微蓝他都可以做 甚至你说你需要一些span 我想span 他也可以做 letflow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你能想到的 你玩他都能做 所以你只是不会玩可能 但是这个正常什么都是可以做的 啥都可以玩出来 好这个算是基本上 好了网络层面是好了 但是网络层面好像不好使 对吧 我们需要 这是不动众吗 那不动众之间是通不了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规则 好这个时候我再创建一个其他众 我要证明一下这个事 就是说其他众 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个规则是吧 我们新建一个规则 名字不是那么重要吧 VW Rule 原重 原重 原重你看全的时候 三个 因为他不知道比较原重的 比如说我们是trust 目的重 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 试试看 我用layer3 这相当于是一个virtual world的重 是吧 和一个layer3的重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居然能让我提到上去哦 我commit 我确认一下 来点看 tust Type Virtual trust Type Virtual 2Zone 0.3 不兼容 安全规则 配置是invalid的 看到没有 都要运用吗 就是要相同类型的 你20跟03也去不了 所以这个他就说明显 就是你不行 那你得改 trust untrust都是virtualware类型的种 这是我们直接提交了 这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好那这个时候提交完了之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 就能通 然后能够看到这个状态信息 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过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palautos上面有没有绘画信息呢 我们现在命连行看 叫做 show session all 可以看到原木原重目的重 这没有问题 其实呢在这也可以看到日证 在monitor traffic 这个 这个要等会儿 我每次要等一阵时间才有流量 稍等会儿 一会儿回来看 但正常 那么你在这个console这边的反应会比较快一些 这咱们一会儿再看 应该可以在这儿看到traffic这个日证 这流量通了 这个流量通了 然后console 然后console可以看到日证 叫show session all 这个 这个要等一阵 以后再回来看 应该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创建两个virtualware了 做 那么现在想做什么呢 我是想介绍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纸接口也可以做virtualware 啥意思呢就是 刚才是个tronk 就是在这个 这个pa这边 它可以是一个在两个tronk之间 做virtualware 这没问题 其实它还可以怎么办呢 它还可以在纸接口 比如说这是一个1-1.2 这是1-4.2 它在两个纸接口之间做virtual 也可以 它可以在物理级别上做virtual 在这种纸接口上做 当然呢这个细节就不一样了 这个在主接口上做就是基本上 我们所有的所有的这个微烂 创业的微烂都可以被它控制 是吧 但是你如果说在一个纸接口上做的话 只有这个微烂的流量可以被这个 控制 ok 所以我给大家比划一下 它其实很灵活的啊 主接口上可以做virtual 纸接口上还也可以做virtual 哎 这不应该啊 这有点慢 但不至于这么慢 这应该天生可以看到日子的 你看到这些 9点 长了吗 失去也不对的 一会再看 让它自己刷新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下面下面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下纸接口 我们也再试一下纸接口 我们换再创建两个新的纸 当然用开始这个纸 其实也没有啥大问题啊 这是一个 嗯 这两个做好 然后下面来继续创建一个virtual 这个做完之后呢我们来感受一下纸接口 嗯 二层的纸接口 嗯 其实前面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给干掉了 前面两个我们可以把它干掉了 我们这样我们 嗯 应该可以干掉了 我们把这个策略给干掉 然后再把VirtualWare给干掉 然后再把接口 可以 这怎么重置啊 可以直接delete 看看啊 好 还有被 不是他还有被什么地方被引用过 重重重重 我把这个重也干掉 我清一下啊 你看重置就直接delete 有点意思吧 这样就重置了 提交一下 嗯 嗯 VirtualWare sub is missing 他现在还必须让我去把那个配了 好我们现在这样吧 我们现在给他先把它做纸接口 首先你得把它做成 我想啊 能不能直接给他创建纸接口 不可以 他必须得是VirtualWare才能做 VirtualWare的纸接口吧 我想想啊 我想想啊 可以不属于吗 直接拷 2号直接拷 Tag2 这个 这个是名字 没有用 这个Tag OK 然后这个时候 属于质 属于质 TASS OK 四号口 你看根本直接口都做不了 这些R TagR OnTrust 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 他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用的 OK 这个时候应该再把policy做一下吧 OK 诶 诶这是个什么意思啊 丢丝复系Virtualware定义 With2Synth物理接口 诶 这是一部什么操作出的问题 这啥问题吗 诶以前不是这么做的吗 就是这么做的呀 那复系也得放到Virtual里面去 好像以前我们就是在复系也是Virtual里面去是吧 那他复也得放到里面去吗不太需要吧 那我想想 再把default再恢复回来 这么神奇 这以前我确实不是这么做的 以前就在上面加的一个 我认诶 现在我们被用到的 他们还是试好 没什么 不好意思 你说是一个 从来帼到我 现在就是那次的 两种 这么溫 看见没有 还真是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就是说它的复系也在这个Virtual里面 你才能够在这个技术上做纸的 然后呢它是另外一个 OK 这还够神奇的 复系做一个 然后 复系做一个 然后 然后纸的做另外一个 另外一对 我们以前就是在复系上加的 看到我把三角重新做做不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策略 做了 纸的 这也没问题 你看 另外一个重大 好这个就 差不多这是Virtual 就是在 在主接口也可以做 在纸接口也可以做 当然我个人认为如果说 你不想说就是 这个Virtual里面 控制策略跟其他不一样的话 你其实在主接口上做就可以了 OK 在随便啊你纸接口上做肯定要更细致一些 就是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在 主接口上做 如果我们在主接口上做 这是重一 这是重二 你的策略 不管是哪个VLAN VLAN2 VLAN200 VLAN20 那都是只能在这两个之间的来做安全策略 是吧 大家都得一样的安全策略差不多 是吧 那如果说你想只是我VLAN2 我的安全策略跟其他的那些安全策略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在主接口上考虑一下 对吧 这样会做的更细一些 但一般我估计也没有什么 这个 这种必要 嗯 这儿吧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那么我们下次课我再挑个时间 我把后面的讲完 我明天来决定一下到底这个剩下的应该怎么讲 OK 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因为要恢复快到其他等于算是吧 那就算了 今天就正好讲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把Virtual里面讲完 那么我们还有其实还有好多 我们二层三层路由协议都没有讲 OK 我如果明天晚上有时间 我就明天晚上跟你讲 OK 反正我尽快的把这个讲完 OK 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啊